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明 主席各位委员与会机关代表大家好 本日召开的是台北港第二期工程 跨澳含台北港外扩防波堤新鲜工程 环境想说明出变更内容对照表 停止第二扇杂货中心营运期间 环境监测计划的专案小组审查会议 那本案的目的组织管机关为交通部 那于109年的9月9号 传送本案是本署 那开发单位为台湾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基隆港务份公司 然后是依据台湾台北港第二期工程 的台北港第二扇杂货中心 增设如石研磨厂及预办 混定书场的环境差异分析报告所载的内容 说明于如石研磨厂及预办 混定书场竣工后两年后得以 依法申请停止监测 那开发单位107年的7月 已经开始执行的两年的营运期间的环境监测 那开发单位在说明 其监测项目的结果 均符合法规标准无明显 影响环境领值之趋势 所以申请停止第二扇杂或中心营运期间的环境 监测计划 经检释本次的变更内容上符合环境影响 评估法是适者第37条第三款的环境 监测计划变更 而检据变更内容对照表送审的规定 那以下由中计处就本日的议程进行说明 那中计处说明完毕后 请交通部就本案的开发行为申请变更内容 提出说明及建议 那后续期开发单位进行15分钟的简报 那内容应该包括变更内容对照表的重点灾药 第二点是适用环境影响评估法 实行细则第37条 但书得以变更内容对照表送审的规定的说明 以及委员及相关机关书面审查意见 做重点再要回复等三个部分进行说明 那接下来就是请唐厅的民众进行发言 那本日没有民众登记发言 后续请列席的机关人员提出意见 然后后续由委员及专家学者提意见 最后再请开发大会重诊回应后 经委员审议作为本日专家小组的结论 以上说明 接下来先请我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交通部 先说明一下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与会先进大家午安 本案目前在台北港的二期工程部分 港务公司积分公司是有持续在办理台北港 第二期工程相关的环境品质监测 那监制的范围可能包括到台北港的周边 台15线的沿线还有淡水河道林口电厂附近的海域 那大致上还是可以有效来掌控台北港的 台北港附近的环境品质的监测的内容 那本次呢 是依据第二期的二伞 然后获得增测如实研磨厂跟异半混零厂 环差分析报告的内容 在两场竣工以后开始起算做两年的营运监测 然后经开发单位来分析有关营运期间的空气品质 噪音震动等项目的监测数值上符合法规的标准 原依照环平法施行事则37条第三款来提出申请 以上做检要的说明 接下来就请开发单位做15分钟的简报 主席各位委员以及余会的同仁大家好 那以下就由我来跟各位进行的是台北港第二期工程 和台北港外科防波堤新建工程环境影响说明书病跟内容对照表 那主要是针对停止第二伞杂货中心营运期间的环境监测 跟各位进行一个简报 那以下公分为五个部分跟各位进行说明 首先在开发行为性况的部分 台北港第二期工程的环境影响说明书 在民国86年的3月经环保署公告审查结论 那在这个左边的这张图是当时环境影响说明书的 这个工程配置图 其中包括北外科防波堤 北马头区 连外交通系统 东马头区以及港区的菌花作业 那右边这张图是我们目前这个港区的这个空拍图 包括这个北外科防波堤 连外交通系统 以及东马头区相关设施都已经施工完成 那北马头区的部分目前完成四座码头并营运 三座码头目前尚未施作 那针对后续港区的开发需求 规划在东马头区设置这个第一散杂货 以及第二散杂货中心 其中第二散杂货中心就是本次申请营运期间停止监测的一个区位 那如同刚刚提到 我们或许配合二散中心投资的开发需求 来提送这个二散中心增设 螺石研磨厂及玉瓣混凝土厂的环境想差异分析 那相关报告书已经在101年的2月金环报书審查 同意备查 那主要是利用二散中心来设置本体或厨库 螺石研磨厂以及玉瓣混凝土厂 这是相关工程设施完成后的照片 相关工程在102年的4月的来开工 那后续这个螺石研磨厂也在107年的6月取得这个主管机关核发的操作许可 那相关设施都已经施做完成正式进入营运期间 针对申请变更的缘由及内容部分 那由于目前台北港军持续办理台北港第二期工程的相关环境监测 那监测的项目包括空气品质、噪音、震动海域、水质、底质、陆域及海域生态以及交通等等 监测的范围很广包括台北港周边台15沿线 以及淡水河口至领口电厂间的海域 可以有效地掌握台北港附近包括陆域以及海域的环境监测 那针对这个二散中心当时的承诺内容 除了刚刚第二期工程的环境监测之外 我们还另外的承诺增加在这个二散中心的这个施工及营运期间的环境监测 其中施工期间的监测项目以及频率是跟营运期间是略有不同的 其中包括在空气品质的部分是每个月一次每次一小时 营运期间的是每季一次每次连续24小时 那针对部分侧站的示意的这个位置也是略有不同 那这是当时这个环差报告里面的这个测站的示意图 二散中心在民国107年7月进入营运期间 目前已经完成了两年的环境监测作业 相关监测结果都可以符合法规标准 那我们现在依据这个环境码适应细则以及这个环差的报告内容来提出这个变更内容对照表 那接下来针对环境码适应细则第37条的主项的这个检讨的内容跟各位进行说明 那本次的申请主要是依据当时二散承诺增加的监测计划来申请这个停止监测 那是主要是涉及这个环境监测计划的变更 那针对这个开发基地的环保措施以及设备制成规模降低等等 我们这次是并未涉及的部分 那如同前处提到本次的变更主要是申请停止营运期间的监测 那未来我们还是会持续办理二期工程相关的环境监测 台北港第二期的环境预奖说明书在经环保署审查通过之后 那后续因应这个港部设施以及环保措施的部分 那提送了五次的环境预奖差异分析以及两次的变更内容对照表 那相关环平数件都经环保署审查同意被查 那针对本次禁止营运期间的这个对照表 也就是第三次的对照表 那接下来针对这个环境监测的结果来跟各位进行说明 那二散中心在施工期间也依据这个环平的承诺 来办理相关的工区的监测 其中工区的空气品质在立志的监测结果都可以符合固定污染源 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那针对测值拼告部分我们也都通知现场单位来进行这个处理 那现场单位也正针对这个码头的清扫以及运输道路的洒水 来有效的控制这个阳城 那针对工区放流水的部分 历次监测结果都可以符合放流水标准 那针对噪音的部分 营件工程的噪音都可以符合这个管制的标准 那监测期间没有特殊的异常形形 那针对这个营运期间的部分 由于当时这个空气品质主要是为了了解这个码头区以及运输道路的部分来进行这个监测 那我们除了在报告书中汇整了两年八季的监测资料外 我们在简报中我们还有汇整109年第三季 也就是第九季的监测资料 那历次的监测结果都可以符合空气品质标准 那其中我们发现在监测的部分 它的测值偶尔有偏高的情形 那标准研判主要可能受到这个海水淹没的这个影响 导致测值偶尔有高低的情形产生 那针对噪音的部分主要也是想要了解 在这个码头区作业以及浴瓣混泥土场附近的这个噪音的影响 那我们也会整了这个第109年第三季的监测结果 那监测结果的测值也是略有降低 所以历次的监测结果都可以符合环境量标准 那其中这个C3测站的部分 它是在那个码头作业边 那受到这个海浪拍打护岸的影响 造成全日时段的测值都会有偏高的情形产生 那针对低频噪音的部分 历次的监测结果也都可以符合噪音管制标准 那如同刚提到 那我们后续在整理这个109年第三季的监测结果也是略有降低的情形 在监测的期间 我们发现会受到这个办公室的那个空调运作 以及这个抽水马达运作 以及这个带收料的车辆运输的带转 使这个测值偶尔有高低的情形 针对震动的部分 各次的历次的测试结果都可以符合震动的基准值 那监测期间主要是受到运输的这个重车 使这个测值偶尔有高低的情形 那针对这个书面审查意见的回复跟各位进行说明 其中如从刚刚所提到的 C3的测站是位于这码头边 那它受到这个海浪拍打的护岸 使这个测值都会有偏高的情形 那包括这个夜间也有发生过这个情况 那我们经会等在1090第三季的测值是略有降低的 而C4的测站是在这个玉半混凝土厂的会议室来进行 那提早音来源可能包括这个厂区的作业 空调系统的运作 以及这个车辆怠速 那我们也有发现在会议室 偶尔会有一些人员进出 使这个测值偶尔有高低的状况 那我们会整这1090第三季的低频噪音 测值也略有降低 那针对二伞中心的噪音减轻作为部分 我们在厂区相关的高噪音设备 我们是设置在的密闭式的厂房来作业 那针对厂区内的运输道路 我们也确实检修并要求运输车辆 禁止超速超载 以及定期保养来减轻场区的噪音的产生 那另外我们针对营运期间 以及施工前的数据比对跟各位情形说明 由于本次的这个监测 主要是包括这个执行这个施工 以及营运期间的监测 当时二伞中心的监测计划 是没有这个施工前的这个监测数据 那我们就另外参考 在二伞工程有一个港口大门测站 是在这个二伞中心附近 我们参考它的施工前 以及这个营运期间的监测结果 来做一个探讨 那其中针对空气品质的部分 二伞中心的这个地装物染物 主要的来源 它是在这个散杂货装卸 以及物料运输 那现场我们已经备有这个 沙水车以及扫街车 那相关的厂区的物料堆滞 以及运输作业 都已经采这个密闭式的方式管理 来控制这个物料装卸的 阳城溢山的问题 而针对噪音的部分 我们厂区也都设置了相关的一些措施 包括刚刚提到的这个密闭式厂房 以及要求运输特样性超速超窄 那营运期间的这个噪音的部分 都相对于这个港口大门的监测结果 相对略低 那显示二伞中心营运期间 对于这个环境的这个噪音的影响 是相对比较轻微的 那针对振动的部分 在营运期间 主要是以厂区内的重车行驶 那偶尔会经过这个路口设置这个 行驶这个安全的这个减速 就造成车辆会有局部的跳动 使这个车子会有高低的状况 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的进行这个厂区内运输道路的维护 来减少运输的震动 对于这个环境的影响 因此整体而言 我们发现就是二伞中心的营运期间 其实对附近环境的这个影响是相对轻微的 那未来在停止之后 我们也可以利用二伞工程的这个港口大门测站 来掌握二伞中心 以及这个港区周边的这个环境影响 那如同刚刚提到 在这个本次变更之后 我们仍会持续的办理 这个二伞工程的环境监测计划 那监测计划 由刚刚提到 在台15沿线 台北港周边 以及这个海域 淡水河口至林口电厂间的海域 那本计划附近 也有在二伞中心附近 有一个这个港口大门测站 那因此可以持续的掌握 这个台北港周边的这个环境变化 那以下我做个结语 本计划二伞中心的 目前已经完成了两年 营运期间两年的环境监测 相关监测结果都可以符合法规标准 那针对本次申请停止 二伞中心营运期间的监测停止之后 我们仍会持续执行 原环境影响说明书 也就是二伞工程的环境监测 可以具体的掌握 港区周边的环境品质变化 那本计划未来也会确实的 执行这营运期间的环境承诺 然后来维护这个港区周边的环境品质 那恳请委员同意本次变更 以上简报谢谢各位 谢谢 我们还有三分钟 不知道有没有台湾单位 还有没有在鼓中的 长官 长官还有各位委员大家好 台湾单位台北港营运组 就是基隆港务部公司 那因为这里是台北 我们是台北港营运组 就是负责这一次 那个直接讲就是说 我们跟 二伞是里面的成租 那他向来就是我们港区里面的 有一个环保的一个模范圈 因为我们每天都是不定期 每日每月 都是一直都会 对这些成租业者都会到港区去做一些巡查 看看他们有没有看到他们的装卸租位 或是说在他们的环境的一个管理上 那个看有没有就是有没有威华的一个行为 那那我举一个这些例子 就是10月底的时候 那个西子书里面还有环保 我们把台青北市环保局 也有到现场去看过 所以他们整个二伞的一个管理 那个装卸租位 以及环境的一个管理 也是会也是非常的非常的争许 那那台北亚这一部分 我因素这里其实平时平常我们的四个车站 就是有都有做空气品质 噪音及 鹹无为力的一个一个一个监测 那我们四个车站其实就是跟跟这个二伞这一部分 二伞就是非常贴近我们二号跟四号这个这个车站 那多年来我们的观察是说 是都蛮都很符合我们的一个一个相关的规定 那那陈如 那个陈如我们的刚刚简报就提了 就是希望能够这一次 对对于这个 因素台北港区里面的这个这个这个一个相当守规矩 而且会可以说是一个环保磨岸生的一个 那个台北港部能够给予 给予同意就是 那个停止桌面那个 作业期应期的一个监测的以上报告 谢谢 我们接下来请我们的列席机关 新北市巴黎区公所要不要发表意见 没有意见 好谢谢 那接下来就请委员来提出一些问题 我们先从张学文委员 那在空污的这个TSP的这个监测的部分 那我不晓得就是说 现在厂区 就是你的可能的 就是现在台北港区有哪一些可能的这个污染源 就可能可能哪源 因为在 虽然你现在都在标准一下 标准一下 但是你现在监测从那边的第二期这边开始 在107年 这边应该给的资料是 二散中心在107年6月 6月已经操作许可 如是当中操作许可 那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你10 这边可能106年 其实我们看最近这几年 你的TSP在上风处都没有什么增高的 只有些位增高 但是你的下风处增高很多 那你这边也有一个两个相减的 相减的结果也是一样 从最早监测到近年来都是增高的 增高线我们就没有办法厘清 到底是因为你那边的炉石中心 或者是其他的污染还是怎么样 还是哪边来的 那变成近年增高 所以这个你要讲清楚 到底是怎么来的 那是不是跟你长期有关系 不然的话我们就要请你继续监测下去 找出来这个原因 主席各位 各位先请大家好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这个环作书的一些相关内容 你应该要做 如果要提出监测资料 应该要有一开始的 就是整个计划开始之前的 相关的一些监测资料 然后你才有一些后续的监测 那这些资料要做一些适当的一些比较 或者是做一些分析 那这部分可能要把它理清楚 因为从这个简报资料是看不到这相关内容 那第二个是我对这个比较好奇在 在施工期间的那种上风处跟下风处的 空品监测的一些问题 你们所谓的上风处跟所谓的下风处 它的监测位置是不是有随季节而有不同的一些变动 那如果有的话可能还建议把这相关资料 做一个适当的一些展现 那这样的话至少我们会比较能够理解 你的资料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这样 孙三位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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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本案我没有其他的意见 这个书面意见一定予以回复以上 接下请确培的委员 主席各位先进大家好 那我想请教的是 我们提到的这个几个委员先前提到偏高的部分 那开发单位在回复的时候都已经有说明 那很巧的是两个都是在第三季已经有下降的趋势 那我想请教就是说 在我们前本年度前面偏高 一直到第三季有下降那个趋势 是否有特别做一些照应防治的作为 那所以导致于说我们只要在留意 例如说像办公室啊或者是在海岸边的这个情形 有达到这个改善 那是否有其他的作为可以补充说明 谢谢 请江洪委员 主席各位委员还有开发单位大家好 我其实原先那个书面的意见是希望就是说空气的部分 应该要持续检测 因为你如果去看你检报的第四页的话 虽然那个图很小 但是在你这个二散这个区域里面 你大概就是希望西吐两个点 那在整个 整个台北港的开发 如果是二级的话 我不晓得就是说他有没有其他点位可以cover这两个点 但是看起来你的上面好像没有点 然后你只有下面有一个点 但是下面的那个点又很接近民众的那个 看起来那个好像是有居住的地方 那所以这样子就比较难去界定就是说你你对空气的影响到到底是怎么样 好这这是我我个人的看法 然后另外就是你你如果去看你检报的12页里面这PM10的资料 那你在书面的回复意见也也提到就是说我们9月18号 今年的9月18号 其实我们PM10的标准 空气品标准大概已经降到100了 所以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的监测 还是会超过100个mg prelim三次方 所以可能这样子的问题 我觉得还是要去厘清 那另外就是说其实我会觉得 台北港是一个大家所关注的开发的一个行为的案件 怎么样去维护说对环境的影响 不是这个开发案造成的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给大家一个不好的印象的话我想后续会衍生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还是会建议就是说在空气的这一部分 应该是持续做监测会比较好 以上 那我这边也还有这个一个问题 就是我看今天没有来的 原金原委员他的意见大概几乎跟我是类似的 就是在噪音监测的部分 不管是在西山或者西市这两个点 那跟我们的环境音量标准都非常非常接近 而且在过去的一年左右的时间是一路往上冲 那虽然你在最近的这个第三季的测值有点往下降 那你的分别的理由是西山的点是说前面那一个是海浪所造成的 那我就有点好奇了 就是在如果是在第二季 第二季是在春天 春天的浪会比这个秋天的浪要大吗 它会比冬天的浪要大吗 这个感觉上好像不太合理 那在西市的部分你的理由是说 因为这个玉瓣混凝土它的一些运作 那可是事实上又特别提到说是非假日的时候会比较多 你的意思就是说跟它没有关系 那可是事实上你既然添加了一个第三季的出来之后 又把你原来这个说法完全把它给打翻掉了 因为看起来是假日比较高 那这个说法其实好像跟你原来的解释有点模糊 那所以我的建议跟刚刚江老师的建议合在一起 就是它的空气路软希望能够继续监测 我希望噪音也能够继续监测 那当然你如果可以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理由可以对付我们维员的话 那等会你可以尽量的表达出来 那接下来就请看看两位做一些说明 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 那以下针对刚刚委员的一些意见 我这边先帮说明一下 那刚刚张委员有特别提到 就是说在整体的TSP它的污染增加这个原因 那我们从 刚刚到第18月 我们从营运期间所看到的一个监测测站来讲的话 最主要它的一个TSP的污染源来讲的话 因为二散本身它是属于砍杂或装卸的一个监控器 所以它主要的中线物药来讲 目前是以沙石为主 那本身有关于粉体货的部分来讲的话 在二散中心它是利用管线输送的方式 所以在粉体货运输这部分来讲的话 比较不会产生所谓的一个立状污染物的一个影响 那大部分目前可能产生影响 主要是在砂石的一个装卸过程中 可能会有一些局部性的一个影响 那但是目前二散中心它的一个整体的运输过程 它是采用那个输送带的一个方式来进行输送 那也尽量减少在物料堆滞所产生的过程中 所对于周边的环境所造成的影响 那我们初步研判 可能产生TSP立状污染物增加的原因 可是在局部再从船上要下到那个输送带 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好有一些局部的一些异塞事件产生 那也因应到目前我们所监测的那个希望测站 因为这边也是一个砂石船的一个装卸区 那在这在临近装卸区的部分来讲 偶尔会测到低状污染物会比较偏高的状况 那我们也希望二散这边针对装卸部分 能够在装卸转换这部分来进行相关的一些撒水措施 来避免说在装卸过程中可能造成的一些异塞性的一个 的污染物偏高的一个状况产生 那刚刚李伟有听到说我们资料的比对的部分 那后续我们在施工期间针对上下风的部分来讲 我们后续会把那个风向部分把它比 把它在整个汇整出来 让整体的资料程序上更能够了解说 上下风跟之间它的一个风向的一个关联性 那当然在区位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是配合当天在监测过程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风向 来进行相关的一个上下风位置的一个判定 来了解整体的一个影响它的一个趋势 那刚刚缺略委员所提到的一个噪音的防治的部分来讲的话 因为本身目前它是二散主要也是针对散打货的一个运输 所以说刚刚所提到的一些噪音的主要的一个产生源来讲的话 主要还是可能在于运输车辆在于区内行走 因为区内我们有设置相关的一些减速丘的一个避免说车辆行走速过快 所以车辆在行走减速丘的时候 其实会产生一些局部的一些跳动跟噪音的一个衍生的一个状况 那这部分即便说其实在噪音的防治上跟车速的一个控管上 这部分二散这边港公司这边也必须以安全作为主要的一个考量 所以减速丘的设置来讲有它的一个必要性 那但是就说就整体对港区外面的一个噪音影响的部分来讲的话 是可以对于整体周边的一个影响相对是比较轻微的 那也回应到刚刚江委员所提到 就是在整体的那个整体的那个监测的那个位置这个区位上 是不是有其他的位置可以做替代 那么从这一张那个位置图来看 目前我们进行的一个空气营运期间的一个空气品质是属于C1跟C2 那C1最主要是装卸的一个验证装卸的一个状况 那C2最主要是在整个周边运输道路可能产生的影响 那我们现在圈圈这边有一个港口大门车站 它刚好是在C2的道路的一个对岸对策这边 它的位置刚好在我们台北港东马头行政区 那个办公大楼旁边而已 所以说这个位置来讲跟目前C2的位置来讲话相对是非常的近 那监测内容来讲话也是可以 所以未来如果都可以的话其实是可以取代目前整体西部的一个监测的一个内容的结果 那在于整体的一个噪音震动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是在港口大门这边 那当然对于整体的港区对外的一个交通运输所造成的的噪音影响 或许也可以做进一步的一个控管 那刚刚朱伟源也提到就是说在目前C3的一个监测部分来讲的话 那当然目前在整个台北港里面内部来讲的话 本身它因为有整个外面有防波局的设施的维护 所以在二散这一部分来讲 其实说它会有一位波浪本身敲击那个户外所产生的一些共振的一个影响 那但是它不会对于所谓季节性的影响相对并没有那么显著 那当然可能会有一些东北季风比较大的时候 会有所谓水面波浪的一个影响相对会比较大 那当然有可能考虑到是说是说在监测当天的一个气候的条件之下 是不是可能会造成波浪高低的大小 这也是为了我们要去探讨的一个因素之一 那西式的部分来讲的话 因为本身玉半混凝土场 它有可能会在假日期间进行污料的一些运输 所以有可能在假日或非假日之间来讲的话 它并不会说不像一般上班有明显的一个落差的一个噪音阻力的长生 有意见 如果没有意见的话 我们请各位待会先离习一下 我们会先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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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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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開發單位是臺北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基隆港務分公司 以臺北港第二期工程 含臺北港外擴防波堤興建工程環境 想說明書及相關環境影響評估 書件所載內容說明相關監測計劃之 監測結果均符合法規標準 原申請停止第二扇雜 或中心營運期間環境監測計劃 經檢視本次變更內容上 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 是細則第37條第三款環境 監測計劃變更得檢據變更內容對照表 送審制規定 二本案建議整合修正通過開發單位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基隆港務分公司因一會議中下列承諾 及說明事項補充修正 於110年的2月26日前 檢送變更內容對照表送本署 自本署本署轉送有關委員 專家決則及相關機關確認後 辦理後續事宜 一誇到一補充上下風 支懸浮為例及噪音監測數據偏高 原因誇到含廠區內可能的污染源 跟噪音源等及應應管理措施 二補充本案原始環評監測資料以公比 對分析 三本案因空氣品質 及噪音項目呈現超標 或區域法規標準 營運期間的空氣品質 誇到監測站點C1及噪音震動 因持續進行監測持續監測項目 因臺北港第二期工程 跨澳和臺北港外擴防坡體 興建工程 跨澳環境影響說明書及相關環評書件 所在內容持續執行 營運期間的空氣品質 的監測點C1萬級 監測及噪音震動監測 就後續監測結果評估分析其影響或改善 在一環評法相關規定申請停止環境 接著計畫 市委員張家協責及相關機關 所提其他意見 納入回應說明 5本編更內容 這套表定稿 被查後 編更內容時的實施 3本署的法規有支持文字 請開發單位確認 開發單位有沒有意見 想跟委員再確認一下 就是裡面有提到說 要補充本案原始環評監測資料 與公比對分析 那因為當時我們臺北港做的環境 監測是從那個五谷一直做到 林口電廠附近的路上 那是所有東西全部都要 納進來做補充分析 還是針對臺北港附近周邊的策債 我想就是附近 因為我們的委員已經離開了 提這個意見的委員離開 我幫他回答好了 大概就是附近就可以了 對對對 OK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